今天我们聚会一起来念佛 最主要是什么 今天不是告诉我们吗 诸善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亲见阿弥陀佛 我们目的最大的就是要往生西方进度 首先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 如果你能够标准经典里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往生西方进度世界才有你的分 不然的话没得分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这一个人 修点福报 真正了生死 只有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的 这个功德就从哪里修 从自己 所以我们要多磨练 去磨练心 所以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也就是磨练我们的心 对不对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磨练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跟谁一样 跟阿弥陀佛一样 磨练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一样 磨练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是相应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要把你的心像水一样 我们不是要供一杯水吗 水的代表是什么 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你要跟这个水一样 天天培养你的清净心 我今天念佛 培养自己的清净心 因为清净心才能够带来幸福 因为清净心才能够带来我们往生西方净土 因为清净心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的 只要你还有一丝毫 对世间的留恋的执着 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都是修福报而已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很佩服 我很赞叹这位居士 他真的已经听懂了 释迦摩尼佛所说的法 他已经听懂 我们现在每天读经 有没有听懂 不知道 我们天天念佛 有没有听懂 我也不知道 所以互相鼓励的 互相鼓励 所以佛法最主要的不是对外 是对我们自己 怎么样来培养自己的德恨 这个简单 来为大家讲讲话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们没办法聚会 有一段时间 又没办法跟大家 一起来共修 借这个网路 这个姻缘 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话 我们下午 跟他们来 老陈 态